8月18日,为庆祝迪丽热巴漫游赛舌尔第二集正片播放量破千万,观伯解锁出了热巴小姐姐不少新的沙滩美照,真的不是一般的漂亮啊。 在第二集里,迪丽热巴化身海的女儿体验了一把潜伏的乐趣,迪丽热巴在这个漫游的过程中,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迷人的微笑和自信。 笑容是能够传染的,迪丽热巴把快乐带给了所有支持和喜欢她的人,也正是因为如此,正片放出仅仅40个小时,总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,这个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的牛了。 为了感谢大家们的喜爱,漫游全世界观伯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,更博放出了迪丽热巴的最新沙滩美图。 照片中的迪丽热巴戴着一顶帽子,身穿浅蓝色的碎花连衣裙,裙子还有一条条的美人鱼,赤脚走在沙滩上,着装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低调了。 不仅如此,迪丽热巴的配饰除了一条细得需要放大图片,才能看出的项链外,只有小小的耳钉了,也是非常简约的。 沙滩上到处都是小石子,不过更多的还是遍避不规则的脚印,看来胖迪玩的是非常开心啊,阳光,沙滩,蓝色的大海,想必任何一个姑娘来到这都会少女心爆棚的吧? 胖迪也不例外,开心的做着更多动作,摆了很多pose。 单脚踩的,另一只脚翘起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露出一口开心的大白牙,真是极具感染力啊! 做出拥抱海风的动作,开心的比V,看着热巴玩得这么开心,粉丝们也替她感到高兴啊! 不过最引入注目的还是这两张照片,一张照片里的迪丽热巴,双手自然放在身前,微微低着头,默默含情地盯着镜头,这个眼神真的是绝了,不知道有多少粉丝控制不住自己了,太诱人了吧这个眼神这个眼神真的杀到我了,真是美到沉迷美色无法自拔啊,要铁平。 这一张就比较逗了,胖皮脚尖撑的,屁股翘起,一只手兰花指式的娇羞放在胸前,另一只手则竖直下放,好像在按着什么东西。 眼尖的爱丽丝们恐怕早就看出来了,这是在模仿玛丽莲梦露最经典的那个姿势啊,真个小表情真的是绝了,曲线也是绝了。 粉丝们也纷纷为迪丽热巴送上了新的外号玛丽莲梦迪迪丽莲梦露。 看到这么美丽的几张照片,粉丝们留言道还招女婿吗? 由于观伯正文中问到最新热巴塞舌尔旅行美图,你最爱哪一张? 这可愁坏了粉丝,哪一张都很好看啊? 还有机智的爱丽丝表示小学生才做选择,我都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